副理乡公所在乡长江东城还有代表会主席叶嘉宏副主席何贵乡 其各村村长参与之下举行一场暖心活动 透过赠送保健乡和茅潭等物资给乡内的低收入户还有独居老人 以关怀照顾乡内的弱势家庭 副理乡公所在乡长江东城代表会主席叶嘉宏副主席何贵乡 以及各村的村长参与之下举行了一场暖心的活动 透过赠送保健乡和茅潭等物资给乡内的低收入户和独居老人 以关怀及照顾乡内的弱势家庭以及长者 我们这一次把一起把这个医疗保健乡还有茅潭还有生活的物资 那个油或者是这个面条那些一起来赠送给我们最需要的乡亲 副理乡公所为了提高乡内列册的低收入户和独居长者老人自我照护能力 强化安全意识 总共震发了247个保健箱 土城山鹰福伦社捐赠了100件毛毯以及拉面点心等物资 这下我们特别买了这个医疗的保健箱 让我们这个所有的箱子 所有的比较受需要的照顾的箱子 能够有临时性有一些身体有状况的话 有一个临时性的那个医疗保健箱 做一个出质的一个保护跟处理 物资捐赠为复理乡的弱势群体带来了温暖和希望 也期待这份温暖的关怀能为乡亲带来更多的温馨和力量 记者高雙雙复理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